早晨,今天是9月26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国农政圈研究部投资经理方泽桥 和我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好,嘉芬,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现在说过接近一个全年的低位 究竟是会继续破底还是会止跌回升? 今天就跟大家谈讨一下 是的,之前跌到接近今年的低位的时候 大家都在探讨究竟会出现一个伤低还是破底的情况 Kelvin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您都在大市或过股有任何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年跌四天后出现轻微反弹 先跌后升 美国两党争拗持续 联邦政府有机会在10月1日停摆 美国十年期债息 进一步升到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突破4.5厘 美股三大指数早段要向下 想着美市转升 道指最多跌183点 寿市道升43点 收报34006点 标志升17点 收报4337点 纳指向上升59点 报13271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向下 跌1.1% 另外欧洲股市也要跌 德国股市跌1% 主要是受到奢侈品股份的拖累 焦点美股方面 科技股普遍向上 Amazon斥资40亿美元 投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股价升1.7% Tesla升近1% 苹果、Google和Meta的股价都是向上 以决堂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 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 各别发展 北道、阿里和京东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阿里巴巴折合85.22 腾讯和网易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 折合61.63 友邦和建行都比本港收市低 看看艾泰区股市的情况 早段日经平均指数要跌0.8%左右 最新跌278点 报32,400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26点 星宁普通股指数跌32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 最新跌14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最新的情况 现在方向未是很明确的 跌38点 17,700点 稍后对原盘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讲讲外围的情况 美股近日受到 联邦政府有机会出现一个短暂停摆 而受压 昨天就有一个轻微反弹的情况 不过看纳指 由9月近日的高位是14,150点左右 回调到昨晚 其实回调幅度大概是6%左右 近日美股就受到几样消息困扰 第一 债息就继续高期 上周看完联储局的点阵图之后 就将减息日子的预期 其实是一再推迟的 看见美股就有一个回调的情况 Kelvin 你觉得 受着刚才说的政府有机会停摆 以及减息时间有机会推迟 这个阴迷影响 美股是否会继续调整 还是你觉得现在去到现水平 其实调整得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较早之前 从纳指来说 美国的经济数据 都比市场预期好 令到一些两年期债息 以及十年期债息 其实都斜高了 导致纳指和导指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其实近期来说 短线来说 纳指来说 差不多是13,700点 下调到13,200点左右的水平 但回调到之前提到的情报 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消息了 其实在较早的时间 停摆一直困扰着美国那边的情况 但其实到最后都会完美 即是完美去解决 只不过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 会不会导致美股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我相信美国的调整也差不多了 去到这个水平 其实看回美股来说 例如纳指来说 现在可以看回我的图 已经去到第三个支持位 较早之前 在大概8月18日 曾经下跌到13,200点 这个水平 及后反弹回上去 今次就有点特别了 如果今次 纳指来说 上不回到14,000点左右的话 它有机会做出一个 叫做一浪低一浪的价格 假设它如果是13,700点 13,800点停的话 那有机会 纳指在未来的时间 有机会就继续下跌 会调整 所以我相信 现在今次如果是升上去 有些技术上的一个走势 大家都要留意 看看它会不会升穿 例如14,000 13,800点这个水平 大家都要留意纳指那边的走势 但我觉得美国来说 经济的经济也会比较强劲 相信它们之后会硬着 机会也比较少 所以我认为 纳指甚至是美国股市 我都会继续向好 是的 譬如说纳指 你觉得调整 大家就看着大位 即是13,800点至14,000 这是比较重要的水平 譬如说之前有些过股 其实大家都受到热统 但都回了下来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说NVIDIA 就是已经见过500美元流伤 不过之后回了 其实都回得急 其实到目前为止 都回了10%左右 现在看市场 对前景的投射或者看法 其实对AI是继续看好的 你觉得NVIDIA 好了回调到现水平 是否一个吸纳的时机 还是你觉得应该再等一等 我觉得NVIDIA 其实看到它现在是炒了什么 其实炒了AI的概念 现在其实一个叫做 CHAT GDP 或者这一类型的一些大数据的分析 其实很需要一些硬件的配合 VDIA其实吃了整个叫做水位 看到其实他们出了一些什么 就是显示卡 这些硬件 也要配置 其实看到其实他们 运算CHAT GDP 将来有可能需要三万块这些显示卡 所以未来来说 对它的需求也非常之大 最近的回答我觉得 第一 美国那边的息率的影响 大家预期 那个加息的情况 都会持续出现 另一方面 亦的估值也太高 已经有差不多 今年来说 其实累积的升幅也不少 看到有差不多 二百多元这些位置 一直升上去 烈口高开之后 其实都没什么回过 最近都回了大概一百元左右 差不多五百元 回回到四百元 我觉得大家 如果 觉得CHAT GDP 还有得炒的话 我相信这股份一定是热炒的 暂时来说是有回调 我觉得现在 就差不多是一个买入的一个良机 但大家都要小心 它有一个的烈口 不要让它跌穿 大概出现在大概三百五十元附近 我觉得这个位置 大家都要留意着 它就不能够穿 如果穿了 補回烈口 有机会继续回调 但大家都要知道 如果它回调回 補回烈口 我觉得美股 其实整个势头 都会完全改变了 所以大家都如果回调 可以暂时来说 就不要省着了 我觉得 但是我相信 回调回调的幅度 可以分着它吸引 例如说你自己的策略 都是喜欢追强势股 也是 因为有些朋友 譬如说AI看好这个概念 但有些是落后的 或者找一些大家都未知道 或者未当它是AI的 就炒落后 但你自己就比较倾向追强势 始终一些世界股 或者一些刚刚热炒的股票 始终它们的风险比较大一点 如果大家不是经常 因为你说的是要过夜 说的是几晚去看股票 你不可以24小时去看股票 又要看着港股 美股我相信 建议大家都是找一些 稳定的一些股票 除非大家有些电脑去操作 如果不是的话 跌穿一些指涉位 大家都要去指涉 但是我相信 这些稳定的股票 它们波动性就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都比较忠诚一些 比较大型的股票 Tesla、Amazon、Navidia 这些股票都是我比较喜欢的股票 好,那说起Tesla也说 好 说到大型股份来说 它也是回调得比较深 不过之前就升得比较多 譬如说苹果的股价比较平稳 所以回调的幅度 始终不及它们大 Tesla你又觉得 是否一个追入或者可以留意的时机 而且真的在Tesla这个股份上 我想看好的朋友 长远前景是大多数的 不喜欢行政总裁就另外谈 但是在这只股份上 其实它这么大上大落的时候 你建议投资者又应该分段买 还是看位置入呢 我都觉得应该分段买的 因为其实它差不多由差不多 如果说的高位是410元左右 回调到现在差不多246元左右 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吸纳的 为什么呢 虽然它的毛利是下跌了 不过你看到它销售 其实仍然保持强劲力 抵消它毛利下跌的情况 始终这只股份都是龙头股 在一个新能源汽车 未来来说 我觉得它们持续 如果见到销售疲弱的话 我觉得机会率就不会是很大 现在它们在内地占的比例 收入的比重是越越高的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也要留意 它们内边的哪个销售情况 这是作成一个判断的 仍然在内地方面都仍然紧贴比亚迪 我相信Tesla仍然我都会继续看 好像有着Tesla这只股份 我觉得有机会以一个中长线的投资为目标 你说会不会去回 我觉得现在其实如果没有货的朋友 可以在大概240元这些位置 就已经可以入第一注了 它有没有机会去回215元 我觉得机会不会太大 所以这只股份大家可以留意着 是的 我想如果要观察它的前景 就是看减价战队的影响 这件事始终正在发生 好 我们就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稍后和Kelvin谈谈谈谈 美股有很多心水 港股的心水多不多 稍后和Kelvin谈谈 好 先看看恒指上日的走势 昨天恒生指数下跌 再到失守万八点 并且蒸发了上星期五大部分的升幅 恒指星期一低开10点后 走势持续向下 午后跌超过300点 收市跌328点 收报17729点 跌幅1.8% 国指跌132点 暴露3130点 科指跌108点 3882点 跌幅2.7% 内房股急卸的恒大跌2.2% 欧元复牌第一日 股价急跌7.2% 赌业股亦受额 银鱼和金沙两只股份跌超过5% 大市总一全日成交742.6亿 北水盘路 北水一日录得正流出后 再到录得正流入 金额60.3亿 主要买入指数ETF为主 盈富基金有16亿7千万的北水正流入 恒生博指ETF有6亿6千万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有5亿3千万 美团有4亿1千万 看看正流出方面 中国移动有5亿3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中海游有3亿1千万 腾讯都有超过2亿的北水正流出 跟Kelvin聊聊过港股感受 都要聊的 成交不多度 期指今个星期就结算了 昨天跌328点 刚才也说了 就是上星期五急升 就叫做400点 昨天就蒸发了超过6成的升幅 上星期五的情况就是 其实就不是开始升到尾的 是先跌后急升的 而当日的低位 就要跟大家讲一讲 还有讲到是少数后的点数 就是17573.81点 就比起今年的低位 17573.7点 其实只是相差0.7点 之后就出现一个单日转向的情况 就升超过400点 刚才说到 看昨天的下跌 还有价格 即是计算了 就是未来内地就会有一个 叫做超级长价 对了 你看看港股今次是一个小伤底 就是伤底的意思 就是建元底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升 还是说不久的将来出现一个破底的情况 看回港的走势 可以看现在长一点 3月份看到现在 其实都很明显的了 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结浪 暂时你说 会否看今年看高一点呢 我觉得机会不会太大 就是升超过20000点 我觉得机会暂时来说 就未见到 你这里看到12月底的 对了 今天看了10月 你去到12月底有机会上升超过20000点 但是第一 始终资金不足 北水之后也会停 星期三 就会停了北水 港股的成交量会进一步 就疲弱了 现在的超级阻力位 大概是一个大概50,000平均线 18,800这个位置 阻力是非常之大的 上去其实今年来说 就算弹上去 很明显 弹上去又对下来 所以你看到在星期五来说 曾经做了少少的伤底 好像Wendy所说 重新少少的伤底 但是昨天就全部都给了他 给了差不多八成 我觉得在这个 十一黄金周的时间 港股有机会比较大的波动 不要打算 没有了北水之后 那个公钉死气沉沉的 有机会就夹上少少 但是夹的情况就不会是太多 可能18,600 18,500这样的情况 大升的机会就不会太大 因为始终应该港股有机会夹 再夹一些淡仓 因为其实 这样的形势之下 一定是很多人追淡的了 我觉得有机会夹一个淡仓 就会再重复上少少 其实你看到港股来说 最近又不是很大的坏消息 但是在没有消息的情况之下 港股就持续沉底 其实有些不是很尋常的 一直没有资金进来 这样的情况就不是那么好 我相信港股来说 有点反弹 但是反弹上来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 趁机会 就减持一下你手上的股票 因为始终 势头不好 我相信港股继续沉底的机会 就很大 你说见不到几钱底 暂时真的见不到底 暂时来说港股 就是叫做 上年的低位大概14,600 你看上年的低位 上年低位14,600 还未那么快到 但是这次大家要留意一下 今年大概在年头1月27日 就做了一个高位22,888 应该是全年的高位 但是你看到 反复反复向下 所以这个时段来说 从1月到现在来说 是累积了大量的一些 蟹蝠铜 之前有些很不同的 为什么这么快呢 之前来说 11月 又很快 那时候 跌到14,600 又很快就大了 因为跌下来的时间 是很短的 他们用了大概 三个月的时间 从6月27日 开始 由差不多 21,000 跌到 大概14,600 只不过用了 1月3个月的时间 就到了 所以 那时候的时间 是比较短 所以 蟹货区其实 不是很重的 不过今次 的时间 是比较长一点的 所以 他们的蟹货区 就算彈上去 他们要上去的 机会 看来就不是很大 除非有大量的资金 拥入香港 不过这个 就不是很实现的 一个说法 所以来说 港股持续的成交低迷 有机会继续向下 就算 减了印花税 港股未必 真的可以 扭转整个局面 所以大家 都要小心 港股有机会反复向下